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苗绣 民族蓝等元素 将民族艺术与中方美学结合 传承苗营之美 复刻苗族散客工艺 银式光感及闪耀 我是蛮爱这个礼盒的 那如果对今天装容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我先用的是苗族印象养肤气垫 N25柔肤色 适合自然拼白的肤色 它是奶盖质地 轻薄细腻 而且遮瑕力也很好 可以打造适合东方女性的半压光微透妆效 接下来我就用粉铺直接上妆 你们可以看出来 它能轻松遮住我的黑眼圈还有小瑕疵 遮瑕力好的同时 它还能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 解决混合皮 容妆和卡粉的烦恼 因为它里面添加了白睡莲 樱桃花以及玫瑰精粹等养肤精粹 就算你是干皮呢也可以用它 哇哦是不是妆效很好呀 皮肤嫩嫩的 接下来我用的是苗族印象空气蜜粉 03号装四五 它的粉质呢是如空气般轻盈 只吸附面部多余的油脂 而且它控油效果很好 隐形毛孔呢服贴又不服粉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的半脸对比 左半边脸呢是那种雾面的妆感 而且有一种柔胶的效果哦 另外半张脸呢 我是用苗族礼盒的粉刷来定妆 而且这个粉呢它是不挑肤色的 而且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彩妆 它里面呢是不含香精 不含华石粉 接下来我用的是苗族印象 小砍刀眉粉笔 它复刻了苗银赞刻工艺 外观似小银管 它是小砍刀的笔头设计 方便可以顺滑的按毛流走向勾勒眉形 在纸上呢也能画出不同的粗细线条 先拿眉梳梳梳理眉帽 打造原生毛流感 而且花西子佳呢 首创研发出来了无油配方的眉粉笔 上妆呢触感顺滑流畅 很好控制 怎么画呢都不容易结块 今天的妆容呢 我用的都是苗族印象玉石刷 你们看它的质感真的好漂亮呀 值得大家收藏 眼影呢我也都会用它来打造 苗族印象浮雕彩妆盘哦 你们看包装就已经很吸引到我了 上面的浮雕呢就像艺术品一样 而且它是集眼影腮红高光于一盘 看我的手臂试色呢 它真的是百搭的一盘了 我先占取这个浅的蜜橘色 哇它真的是很适合做眼皮打底 给人感觉那种橘橘嫩嫩的 而且你下手不要太重哦 它这一盘呢粉是压得很实的 橘粉呢也不容易飞粉 因为它的粉质很细嘛 就算你是新手也很好晕染开 像我现在呢就是二次加深 再占取这一盘的深棕色 来画一个内眼线比较柔和一些 眼尾稍稍拉出 但是千万不要太长 因为今天整个妆容呢 要配合苗族服饰 还是要带一点那种古色古香的感觉 就是眼线睫毛都不要太浓 就突出一点点眼影 而且这一盘呢 两个颜色混合也很好看 现在呢我是晕染眼尾的三角区 但是不要面积太大 这个闪片金色呢和棕色混合哦 真的很好看 它会稍微浅一点 但是又带有一点点亮晶晶 晕染卧蚕恰到好处 彩妆盘最中间的银色呢 可以当做高光 来晕染我们眉毛下部提亮 今天眼妆就完成啦 最后用的是苗族印象 童心索口红M415 你们看包装啊 它是传承了东方的童心索文化 而且415呢是那种肉桂红棕色 真的很显白的 它是一个轻亚光柔雾的妆效 而且呢很好涂抹比较顺滑 显色度呢也很高 我还专门看了 它是一个古方配方 花露胭脂 特别添加了木芙蓉 白花百合 下雪莲等清脆 而且它的质感真的很高级的 你们看这个颜色 我一秒就种草了 适合亚洲人的皮肤 那么今天妆容就完成了 你们喜欢吗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这次新尝试呢 很成功耶 民族的文化呢 如今很重要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 而且花西子哦 很重视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 我相信各位宝宝都种草了吧 就跟我一起画美美的妆 那么喜欢今天妆 记得点下赞 记得订阅优秀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记得订阅哟 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